死面这个事呢就是适合脾胃正常或者脾胃强壮的人吃 而且那个面是越厚越筋道越宽越来劲 我讲过我小时候吃面包 我小时候吃面包面包那么虚囊 我把它拍扁了吃 为什么 年轻时候这个鸡肉啊 胃肠蠕动也强 腮帮子也强 是吧 然后就喜欢嚼一些硬的东西 所以对身体好的人 咱们吃这种筋道的厚的面 面食 身体弱的人就不行 是吧 你看我们说那个山西大同的刀削面 刀削面就是带棱带角的 它不是面 它是个棱子 是吧 为什么 适合干苦力活 这个胃肠消化能力强的人吃 所以这个在陕西 我们吃这个陕西泡膜 是吧 它那个膜就死面 是吧 直接烙成了一种面饼 他们叫膜 然后呢 就掰碎了 掰碎了 掰碎其实帮助你削 然后浇一碗羊汤 浇一碗羊汤 是吧 然后就那么吃 如果脾胃弱的人 我觉得吃这个羊肉泡膜 吃以后就比较难受 这个死面这个饼啊 在北京也有出现 也是给劳苦大众人吃的 就是炉猪火烧 它那个火烧也是死面的啊 就是就像一个石心的面疙瘩 然后呢 整个那个面饼就在那个肉锅里炖着 跟那个大肠小肠肺头一块炖着 是吧 然后你吃 你说要一份炉猪火烧 其实大半碗全是那个火烧那个饼子 然后上面浇点那个 这个肥肠肥肉和那个汤 是吧 也是死面 所以大家记住 死面的东西是不好消化 但是呢 给力 是吧 适合这种消化功能强的人吃